嗨 大家好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仙人掌崔奇艺 他的六道工序 大家在视频上都已经大约了解了 所以说 如果说我们要享用 就是一份非常珍贵的大餐的同时 我们就知道说 仙人掌真的是非常的困难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 他的困难到底有哪些 第一个的话就是说 他一定要弃掉他的翅还有表皮 那因为就是说 你一定要将仙人掌不满翅的部分 把它弃除掉 然后还要弃掉他的表皮 因为他这个肥霍的表皮 不能被我们人体来做吸收 是会导致消化不良的 所以说我们第一道工序有提到 就是要弃掉他的翅还有表皮 那第二个的话 他在处理的过程当中 不可以高温 那高温的话 就是说他会把我们这些 仙人掌的灵胶 整个就是把他的营养 都已经破坏殆尽了 因此仙人掌在加工的过程当中 一定不能有任何的高温操作 那第三个的话 就是说不能久治 一旦这些仙人掌的表皮 气掉之后 内部的这些零胶状的物质 就会开始产生变化了 那植物营养素 以及抗氧化剂 也都会快速的流失 所以仙人掌的整个制造的过程 不仅要迅速 而且要很谨慎 这是我们在处理 仙人掌萃起衣过程当中 最重要的三个困难点 第一个就是要 气掉他的表皮还有刺 再来不可以高温 另外一点就是不可以久治 要赶快处理 才能够保持我们仙人掌萃起衣 的一个营养价值 今天梦里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们迁徙前里面的 仙人掌萃起衣 它的一个高度的一个价值 因为仙人掌真的 它成长的速度也是很慢 然后要选择 可以为我们人体提升免疫力的 这些营养成分 比较足够的仙人掌 其实种类也不多 所以说我们呈验就是耗尽 就是心力 研发出仙人掌萃起衣 所制造的这些千洗钱 千洗金 欢欠营养饮料 还有千洗营养饮料 都是非常珍贵的 欢迎各位视频上的 这些好朋友 听到梦里的分享之后 更去珍惜我们 呈验的这些仙人掌萃起衣的 这些产品 让我们的家人 还有自己能够 提升自己的免疫力 然后每天都健健康康的 以上是梦里的分享 希望能够帮助到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